近一段时间以来,香港发生了多起暴力示威活动,激进示威者打砸公共设施,纵火破坏,甚至向警察投掷汽油弹。 香港警方一直坚守岗位,依法维护香港社会安宁。 但是,部分媒体和人士无视警方的正当执法,不断煽动示威者挑衅和抹黑警察。 对此,前香港警务处处长邓静成,9月4日在香港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,香港警察非常克制,警察是遇到违法行为才执法。 我们在香港现在每天看到的在主流的媒体上,可以看到的大部分的情况都是警员采取行动的时候。 为什么不可以,如果我们稍微留意,分析一下,为什么问自己一个问题,为什么警员要怎样做? 警员做所有的事情都要向法律扶着认得。 在这个前提下面,我们再看几秒钟,一分钟,半个小时之前,解释所谓和平示威的人,他们做了什么? 暴徒向警察,最近他们向警察订叫汽油弹,警察才采取行动。 警察不断地发警告,赋予他们离开,散开,赋予他们不可以对警察作出攻击,以后才采取行动。 邓静成说,香港警方一直以专业的精神应对各类情况,保障香港的稳定和港人的安全。 大家在遇到危险时,首先想到的就是找警察。 他强调,香港有些人将违法行为美化,并抹黑警察,对警员并不公平,警察执法是为了维护市民正常的生活秩序。 他们还有把一些,他们所谓非暴力的手段,把它合理化,这个是不对的。 比如说,把一些主要的干道堵了,在地铁站上面把这个地铁的门不让它关,影响每天几百万市民上班,严重影响其他人。 警察肯定要执法,要让香港其他大部分的市民可以继续想他们的学,想他们的班,去市场买菜的,可以去市场买菜,做他们市场的市场。 近一段时间以来,香港警察面对很大的压力,警员自身和家人的安全也频频受到威胁。 邓靖成说,警员既是警察,也是市民,希望广大香港市民给警察更多支持,为他们加油打气。 主要是让警员,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,就是事实上,绝大部分的香港的市民是支持他们的,是感谢他们每天那么辛苦,为保卫我们香港这个地区。 在近期的暴力活动中,也有部分香港年轻人的身影,邓靖成说,这些人并不代表香港所有的年轻人。 因为每天我们从媒体,从电视,从电台听到的,看到的,从报章上面看到的,还有特别是过去两个多月的情况,我们是不断重复的看到这些情况。 很容易产生一个错误的感觉。 这是什么呢? 因为全香港的年轻人都跑上街了,情况事实上不是这样的。 在过去一段时间,我参加很多社区里面的活动,见到很多爱国爱港的年轻人。 他们都是支持香港特区政府,支持香港警察,去把目前这个非常不理想的情况,把它安定下来。 邓靖成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,1976年加入香港警队,从最基层做起,因为表现出色,逐期升职到香港警无处处长,经历了港英政府的殖民统治,也见证了香港回归祖国的辉煌时刻。 近年来,邓靖成也经常将自己的成长经历与香港青年人分享。 他说,年轻人建立国家观念十分重要,无论是回归前还是回归后,中国人才是自己的根。 小学的时候,每天在课堂里面坐下来,每个课堂里面都有一个英雷王的照片,但是作为香港的一分子, 我觉得,比方说我们想学的时候,我们也读这个中国历史,读这个中国历史,对于我们中国整个国家几千年以来,一朝一代的不断的改变,有一个理解。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,给我自己来说,是给我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,概念就是,我虽然是在香港,但是基础就是,我是中国人。 所以,我觉得这个国家的概念,一个国家的意思是非常重要的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